欢迎来到粤鱼心占卜 很开心大家又回到我的这个频道 然后大家又聚在这个时空里面 我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今天这个影片没有要占卜 目前是没有要占卜 但是我 这个讯息也是 已经收到这个讯息大概是 其实是三天的时间 但是我一直在犹豫说 我到底要不要 录这支影片 但是不录的话好像 我觉得宇宙这边的一个 推动力吧 总是让我一直 一直记住这个事情 一直要我赶快完成这个事情 真的就是好像我的功课一样 所以我今天是要传达吧 我觉得算是比较像传达这个事情 那在这录这影片之前呢 我 我就是 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录 因为我 原本设定就是给大家多一点的是占卜的题目 但是偏偏这一支影片它不是 所以我还抽了我的塔罗牌 跟我的宝石卡 我跟他们沟通一下 是到底 我 我到底要不要录 对 所以我看到这个宝石卡 它已经出来了 第一章我大概念了一下好吧 聆听 在宁静的幽谷中 留意风的耳语 信任你心灵感应的直觉 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那正是天使杀来的神之讯息 带着你的祈祷 跟着我张开翅膀 乘风飞翔 跳着美丽芭蕾 偏飞旋转 舞进云端的天堂 和平的天使之光 将抚慰所有痛苦创伤 我第一章抽到这个时候 我看了这个文字 我就知道 要我录这个影片嘛 因为它的文字跟它的讯息 也非常的清楚 是天使那边 或者是说高临那边 烧爱的讯息 希望我来传达 结果我又想说 那我再抽第二章看看 结果它第二章 真的是又来了一张灵感 升起熊熊萤火 点燃一场丰收祭奠 幸福的爱情 丰足的家园 如星空中的满月 我敏感纤细的能量 仿如宽容的母亲 拥抱福威尼仓皇的情绪 柔美温暖的光芒 带来神的进化力 烧来异次元神灵的讯息 我看到最后一句话 烧来异次元神灵的讯息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来录 这支影片了 可能就是不能 就是不能说有借口啦 或者不能说 我一定要做占谱的 不是节目 就是占谱的题目 那我就进入 进入重点吧 今天这个 这个讯息呢 其实是特地的给某一些 朋友的 对 那如果你有点进来的话 你可以听听看 这支影片 有一些讯息是给你的 你可能是知道 这个讯息是给你的 然后有一些小部分 是因为好奇而点进来的 那这封信呢 这封 对 算是信 主要是要给特地的族群 那特地的族群是什么 我要给的是电缆小孩 就是星星小孩 就是 所有的星星小孩 它不包含电缆孩子 那 因为我 前三天四天 其实 在频道 一开启的时候呢 我 尤其因为你们的留言 我都会看嘛 那其实我一直知道 一直 听到 也看到 很多的 星星小孩 在我的频道里面 然后还有一些是 所谓的 可能投胎好几次 来到地球的灵魂 他们 承载着非常多的 智慧 但是他们在地球 目前的地球 他们 就是你们 然后 你们有在听的人 就是在讲你们 有一部分的朋友 他们是 经过了好几次的 所谓的 投胎吧 如果有些 有信仰 这样讲 你们可能 比较听得懂 就是他经过 好几次的投胎 可是他 目前在 此刻的 这个地球的维度 他还是经历着一些 所谓 人世间 比较 苦痛的事情 但是呢 这些朋友 他们 我知道他们 现在在频道里面 在我的频道里面 那我频道 就两种人 比较多 一种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种 然后另外一种 就是 猩猩小孩 特别多 对 那 这边呢 我相信看到这一支 影片的人 很多都是 猩猩孩子 那 有电男孩子 水晶小孩 彩虹小孩 这几种的 都会在这里面 那我要 传达讯息 就是 嗯 你们是猩猩小孩 是 有的人已经知道了 但还有一些人 他们不知道 自己是猩猩小孩 所以他们在 你们在 可能在 工作上 或者在学校里面 可能会 想法上 可能会跟 一般的 同学 或者同事 或者所谓 旁边的人 可能会 思想上 可能会不太一样 所以导致你们在 可能人生的 职场上 或者是学校里面 其实你们 嗯 其实真的就是 遇到了蛮多 所谓的挫折 但是这个挫折呢 你们不一定会把它 显化在你们的 表面上 你们可能是 一个人的时候 回到家的时候 你们会去 思考这个问题 甚至你们 常会觉得说 自己到底是 对还是不对 还是做错什么 那甚至可能有的 同学 我感觉 有学生在这边听 就是 有同学可能选的 科系是 特别主流的东西 可是你可能 喜欢的东西 是真的是 非常冷门 那你也 可能有多少次 的怀疑自己说 到底你这个 未来的出路 是选这么冷门的 有没有帮助啦 等等的 可是我今天 最主要的是 要告诉 信心孩子们 就是你们 就是 不论你们在 做什么 请你们相信 你们自己的灵感 跟直觉 而且你们要用 自己的方式 去生活在这个 在这个 三维的地球里面 我知道 其实对 蛮多朋友来讲 其实是蛮辛苦的 其实包括我自己 我也 不时不时的 甚至以前 也经历过 很多 类似 可能我跟 一般人 普通人的想法上 可能还有 我看世界的观点 可能有 蛮多的 不一样的 所以 我觉得这支影片 对我来讲 也 也比较特别一点 是因为 我知道他是 给特定的某些人 但是这些人呢 我觉得我好像 需要录这支影片 来说这些话 去鼓励你们 对 去鼓励你们 因为我觉得 你们是非常有 创作力的人 而且你们的 看世界的观点 是非常多重 且多面前 非常的不一样 那你们 必须现在 不论是在职场 或学校里面 也必须 因为我也是这样 走过来的 你们必须要去学着 怎么去跟 所谓的 地球上的人类们 还有就是 就是你看到的 所谓的同事啦 我不管 反正方便的人 你们要学习着去 怎么去跟他们相处 我相信每一天 跟每一年 你们都会有进步 就会跟 就是会跟我一样 对 可能你们看似 外表的人 有的人 社交能力是很好的 是没错的 我相信心心小孩 是有这样子的人 但是 你在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你安静下来的时候 其实 你的另外一个 面相会出现 对 就是更贴近你灵魂的 那个面相 对 你甚至有时候 会觉得 一个人 的时候 是蛮自在 蛮舒服的 也不一定要 跟这么多人 比如说讲话 或聊天 或做一些社交 这些我真的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今天很 我觉得很重要的 一个讯息传递 就是 我必须告诉 心心孩子们 就是 你们要用你们自己的方式 而且是自在的方式 生活在你们的 这一段的人生当中 然后 可以尽量的发挥 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 其实在影片 我也常常鼓励大家 就是你们可以 不论是什么 第一个 你们要快乐 然后第二个是 不要怀疑跟否定自己 因为 在现在的 地球这个 社会体制呢 让心心孩子们 受到非常多的 束缚 跟觉得 怀疑自己 对 因为 因为毕竟是 比较少 少众的人嘛 比较少众的人 但是 嗯 我想要说的是 心心孩子的 每一个 不论你是 电缆孩子 或者是 彩虹 或者是 水晶 都非常重要 对现在的地球 在 提升这个维度 其实已经 已经进入了 其实现在地球 已经进入 三维到五维 甚至少少部分 是七维 已经有这个 绝对是有这个 意识存在的 甚至其实你 跟 比如说对方 在聊天的时候 或在 呃 讲话的时候 其实 你跟他在讲话 是没错 但是 但是 以我自己的理解 跟我的 呃 跟我自己的 所谓的生活面来讲 其实 对方有时候 其实跟你是 并不在同一个 维度的人 你们懂吗 其实他 不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是常在 三跟五维度 是交叉 穿梭的 我不知道 我说这个 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 有人可以理解的 对 但是 确实是这样子的 嗯 那你们 如果 觉得 不能吸收 不能接受 那当一个故事 再听 我觉得也 没有关系 对 我觉得我今天 就是任务 就是要把这些 传递出来 我必须要跟 这些新兴孩子们 讲要鼓励他们 而且 他们现在生活的 呃 有些人是因为 他是 新能量 所以他可以在这个 这个 新维度 适应的非常好 可是有一些 还是不太行的 因为他的任务 所谓的任务 跟他的 可能灵魂里面的 一些 呃 城市设定 会比较 会比较 不能接受 呃 现在地球的 很多的 旧有的制度 他会 你们会产生 很多的疑问 跟很多的抗拒 这个 这个我真的都经历过 但是你们 你们 应该说我们 可以去打破旧的思维 因为要 一起协助到人类 过到更 过 更美好的生活 让灵魂 让灵魂去做意识的更大的扩展 才可以跟地球的高维度来做搭配 对 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说 呃 不论你们经历的是什么 哦 学校或者是职场 你们可能会觉得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 有时候又有点怀疑自己 甚至有人他是会被判定非常多的 比如说忧郁症 还有很多的过动儿 甚至自闭儿 都有可能 绝对出现的 我自己在生活中 我遇过这样的人 这样的孩子 但是他们呢 其实是 呃 等于是上面给的一个礼物 对 他们其实很多的 潜能开发 潜能 应该说 他们很多的潜能 跟很多的 创作是并没有被开发 但是因为 我的理解跟认知是 人类他还很多的 医学 他没有办法去判定 精准的判定 这个人 这个孩子到底有什么问题 但是很多人会判定 他可能就是 我刚刚说的 自闭儿或过动儿 但其实 他们并不是 对 因为我觉得人本来每一个人 就不一样 灵魂是绝对又更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 嗯 今天这个 这个影片可能会 真的会比较特别一点 对 还有就是 呃 如果你今天会点到 我这支影片 又看到这里 听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肯定你是信心孩子 对 那 可能你还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你已经知道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也不要让所谓的 电缆啊 水晶 彩虹 这几个名词 标签我们 就是标签你们 不要被这个标签 局限 对不起 打到镜头 好吗 对 我的 我的理解跟我的 我的 可能我的 可能我对 世界 或者对地球 甚至能量的一些理解度 或者传达的方式 可能会跟一般人 我绝对会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是 我必须现在 我要传达出去 我要做的 那 我觉得 觉得不能接受的 就是当一个故事 在听 或者 就是不要听 没有关系 但是 我知道有一些 我的讯息 对某一些人来讲 他们是会接受到的 他们是 知道我在讲什么的 对 还有就是 不要被 所谓的电缆啊 水晶 这几个名词去标签化 好吗 因为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新地球来讲 可能 在某一个面向来讲 也是人 或某一群人 去发明了个标签 但它没有不好 因为 它有了这个标签之后 会让一群人 觉得自己不一样 的时候 他们也是在帮助地球做 所谓的 扬生的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 还有人类团结 这个事情 这也没有不好 但是呢 我是希望 听到我这影片的人 是更小众 而且我相信 更少人可以理解 就是 不要被这些东西 标签化 你是 你不是 都没关系 你是 你就是 你是就是 你不用 你的能量是 你的状态是 你的灵魂是 你也不需要 用这个标签 所以我只希望 听到我影片的人 可以再把这些标签丢掉 但是你一样可以去做 你要做的事情 或者你要来地球的任务 你一样可以这么做 然后还有就是 嗯 在一些书籍里面 可能会提到 比如说电脑孩子 水晶 或彩虹 他们可能 散发出来的 比如说 散发出来的 能场 颜色 或者要做的任务 会不太一样 对 他们有一些 很多书籍会这样子写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 能场的颜色会不一样 但是这边呢 我的理解 我今天我也会传达 就是 如果你今天被判定 是电脑孩子的话 大部分是蓝紫色嘛 水晶小孩 大部分是气场上 会有一个 纯白镜的一个光圈 还是 类似这种 白镜的颜色嘛 那 我现在要说的是 我自己的 可能又要 可能又要打破一些 一些 我觉得一些书籍吧 或者有一些人的 旧有的一些观念吧 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被判定 是电脑孩童的话 以我的理解 跟我的 现在要传达是 我的认知是 你不会永远是电脑孩童 而且能场是会变的 它不是绝对 只是 你可能比较属于 哪个颜色 哪个 哪个属性多 你可能会被判定为 那样的 孩童 可是 在我的理解 我可能要重新定义 是 我觉得会变的 比如说 你是一个电蓝孩童 你的气场 可能是蓝紫色多 但是到了某一个 时间时期的时候 跟着所谓的能量 跟你自身的成长的时候 跟你自身的灵魂成长的时候 跟你经历的事情的时候 还有地球在扬升的时候 各方面 震动频率 一切都在改变的时候 包括我们自身灵魂的时候 我的认知是 它是会跟着改变的 而且它没有这么绝对 我的认知 及我自己的感受 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包括我自己 比如说 我有去做过一个 就是 那个叫什么 气场仪的那种 在很多年前 我忘记是20几年了 但是我最后会放在 我的影片后面 我是非常多 蓝紫色的光的一个孩子 那 我当时就是 就是 就是很多人说 就是包括我自己的一些 思维判定 就是电缆孩童 电缆孩子 但是我自己发觉 这几年的一些想法 跟能场跟各方面 就是我刚刚讲的以上 我觉得会改变的 而且改变的是 你的本质不会变 但是你会 可能会 比如说你是电缆 或水晶一半 或者是你是 彩虹跟水晶一半 我自己的感受 跟我自己的经历 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是可以做互相的 呃 配合 对 然后你也可以很 跟着你自己的灵魂成长 只要你一直有在进步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 能场的颜色 包括你自己的情绪 还有你的学习度 我觉得那个都会改变 只是说本质不会变 但是你很多东西会跟着 我刚刚说的以上 都会改变 比如说地球的频率 还有你自己灵魂的进步程度 还有你在地球上 经历的东西 你反射出来的 所谓的行为 意识 这些都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我自己 个人心的观点 如果你们觉得 诶 没听过 或者你们觉得 值得你们去思考 你们可以去 参考看看 对 我今天就是想要录这支影片 然后 不要让自己 陷入任何的标签 但是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自己 在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的灵魂 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或者你即将 或此刻 你要为地球做什么事情 对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 有自己的方式 去过自己的生活 去选择自己 想要的 模式 对 然后 嗯 心心小孩 会比较辛苦一点 就是以我自己 个人的经历来讲 有时候说的东西 实在是 别人很难理解 对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种 学习吧 而且 是我们自己灵魂设定的选择吧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挑战它 然后去 穿越它 嗯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频道里面 很开心的就是 我知道很多这样的朋友 会在我的频道里面 因为我的频道 其实 虽然是 有做占卜 但是我觉得我的频道 我自己知道跟 一般的占卜师 不太一样 对 所以相信你们 有这缘分点进来的 你们的灵魂的某一块 的灵魂碎片 跟我是 非常有缘分 跟共证的 而且我讲的东西 可能也不太是 一般 所谓的占卜频道会讲的 对 然后还有很多是我自己 亲身经历过的 还有我自己的 感受过的 或发生过的 对 如果说你们觉得 有兴趣的话 也 你们可以订阅我 然后开启小铃铛 那我不定时的会 再做一些 更多的分享 然后还有 如果你们觉得 听到这个影片 你们也 可以有同感的话 或者你们自己 有一些想法的话 也欢迎你们 可以留言给我 那我 就是希望 这个频道 可以让 更多 频率 比较接近的 还有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频道 很多的朋友 我感受得到是 非常的为自己的灵魂 而努力的人 的朋友 在这里 在我的频道里面 而且 你们非常的 重视自己的 精神层面 还有你们 还有你们很 你们会看我的 占卜节目 但是 占卜节目 但是你们 又更注重 你们自己的灵魂层面 对 我知道你们是这样子的 一群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频道 也是把 这样子的 很多的灵魂 等于是 做了一个 一个能量场吧 对 那我希望这个 这个频道 这个能量场 是一直保持着纯净 然后很正面 然后很正念 然后也很清楚 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不断的进步 我希望这个频道 是这样子 是每一个人的频道 它也是属于你们的 对 所以你们的留言 我都会看 然后我也会去感受 对 所以我 我这个频道里面 很多 很多新兴小孩 嗯 所以我在这里 要鼓励你们 祝福你们 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然后如果有创作的话 欢迎你们 就是 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出来 然后我也希望 这频道的朋友 彼此是互相鼓励的 对 其实不一定要留言 可能看到某一些留言 你们会想鼓励对方 但是你们不好意思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在心里 给对方一个祝福 对 我觉得这个都是 很好的一种 光运 运作的运 光是 光 很光明的光 运是 运作的运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 嗯 希望你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然后 活得越来越贴近自己的灵魂 OK 那下次 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